在《醫治釋放》來說,我跟很多人的觀念是沒有不同 因為很多人的觀念是找一個有恩高的復仕者為我祈禱 很多張譯、邪靈走出來,然後就會解決 但其實很多這些人,他們真的在一些恩高的聚會 或者是恩高復仕者,跟他們祈禱 他們的確當時是有邪靈走出來的 不過遲些問題又回頭 邪靈進去或者生命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治標不治本 例如中醫也說 你本身有病源,你本身有體質的問題 當時你只用一種方法,將問題的彰顯搞定 但你裡面的東西還未治好 這樣的話,一會兒又會病發 邪靈的影響不只是趕了邪靈 為什麼這麼多人說了邪靈的生命,還有這麼多問題 以及有邪靈的騷擾或聽到邪靈的聲音呢? 就是因為他的生命沒有處理好 我們第一堂就講到同神關係 同神關係會不會有一種感激神、歡喜神 因為對神是一種負面埋怨他 很多人覺得不要緊,但其實神是祝福我們最大的邪靈的時候 一定是帶來破壞性的 同神關係不會一定有破壞性 第二次我們就講到世界的價值觀 神的價值觀是什麼呢? 整個世界在神的手中 祂能夠給一切的豐盛恩典 不聽話的,就一定是生命破壞的 即是自己多努力都好,都會破壞 但是聽他的話遵從他,他的生命就會發揮 神對於世界的價值觀是什麼呢? 整個宇宙、世界由開始到結束都是神預備的 而我們在這個世界裡一小環節 但這個環節在神的計劃之中 我們聽話進入神的計劃 我們的生命就會蒙福 他不只是幫我們信到耶穌上了天堂 是幫整個生命,也幫我們發揮 神的心意是每一個都可以發揮 每一個都可以給神用 剛剛那個姐妹分享的 即是他的生命好像很破碎 但是神可以使用他 同樣都可以使用我們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原來神的看這個世界的看法 就是一切在神的手中 我們走在神的路 自然就會跟從神就會蒙福和發揮出來 好了,這次主要講到罪 罪是被魔鬼留地步 或者有何負面的 但是因為我們將它拆開 雖然這裡講到有其他的部分 不過我們這次主要是講到罪 好了,我們一起讀一下 沒有讓神掌權的生命就容易被邪靈入侵 邪靈狠想居住人裏面有邪靈的生命更不好 這就是講到下面的經文 《馬太》12章43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馬太》12章44節 是說,物果 曾經看美 Fußball 24ilde自己也要有recht 这个人有某种方法把邪灵赶出来 来之后他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求安逸之处 邪灵想找地方住 他很想住在人的里面 所以耶稣或者是住在动物里面 耶稣赶了邪灵走去猪 那世界的动物为什么有没有邪灵 我们不知道 不过邪灵想入去人 或者有猪就比在那里飘来飘去 他走来走去找不到地方的安逝 他找到人就可以有安逝 他说我要找 回家里看看 打掃干净 本来打掃干净 全面干净当然会好 但他那种干净就是未有神的干净 只是没有邪灵 那时候他带七个给自己更恶的鬼 即是说原来赶了邪灵 而没有处理生命 和没有从神的关系好 是可以后来招惹的邪灵更加厉害的 七个更恶的就是进去里面 那他抹后的情况比先前更加不好 然后他说这个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那怎么跟邪恶的世代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因为邪恶的世代没有神居住 没有神掌权 所以邪恶就会在这个世代是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人人心 敗坏 凶惑 憤怒 要发泄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在人的里面发生 就是因为人里面没有耶稣做主 所以我们 一个基督徒如何能够完全 就是脱离魔鬼的影响 是一定跟神有越高度的关系 主理生命就越能够把邪恶灵 我也会这么说 不是每个人都有邪恶附体 但是未信的人都是被邪恶影响 信了主之后应该是脱离的影响 但是基督徒总是会有一些影响 不过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拒不拒绝 就好像比达都会去叫耶稣 也不会等一等十字架 也是被魔鬼用 魔鬼总会尝试影响我们 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 我们越高度的关系 才能够说到邪恶灵 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明白 而总之跟神关系不好 就是被魔鬼入侵的机会 魔鬼入侵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有时真的有些人发梦 看到邪灵 睡觉的时候邪灵搅耀 另外就是 里面有很多罪恶的意念 憤怒的意念 低沉的意念 负面的意念 抗拒神的意念 在里面 这些都是魔鬼影响中的 好了 第二就是 魔鬼犯罪被魔鬼留地步 《两魂呼音》 五章十四节 对他说你已经传染了 你不如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就是说 当我们继续犯罪的时候 魔鬼就入侵了 那他的生命更加不好 这个三十八年病患的人 他就可以再生病 他的家庭可以破裂 情绪可以破裂 整个人崩溃 这些都是可以在人生命中发生的事 就是犯罪被魔鬼留地步 他会被拆毁 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的罪 我们下面的讨论问题 最后一行就有罪 讲到不信服神 很多人觉得有这样的意念 牧师那些是听神话 我们那些评讯徒 听一些就可以了 回来教堂已经很乖 有奉献就更乖 小骂了人 他就已经很乖 就觉得 我还有一些生气某一个人 这些不重要 这些小事 还是不听神的话 都是小事 不觉得不听神的话 就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会被魔鬼留地抜弃 心里面说 神你都对我不好 我不喜欢神 我不喜欢亲近神 这个已经是生命里面的破口 就是可以好像这个人 遭遇得更加厉害 或者是怨恨 就是怨恨神 怨恨人 为什么人对我这样 为什么神都不救我 为什么我这么苦 其实苦是因为世界有罪 所以我们一定有苦 这个问题是我们有耶稣 就有喜乐平安 看他后面的信 还有不遥恕人 就是说 圣基讲道 不遥恕人 也不得到神的遥恕 就是有很多人都会生气 那我们学习 完全去遥恕他 祝福他 为他祷告 善待他 这个就是神想我们做的 淫念 污蔚的意念 这个世界很多 现在很多污蔚 现在的年轻人和以前的 是很不同的 很多已经是有性的关系 经常看色情的东西 实际很多 或者忧虑低层 有些人觉得这些 我搞不定 我处理不了 但这些都是罪来的 都是破坏自己的生命 或者不关爱人 罪人没有关心 没有爱心 或者不忠心 拒一奉猿 因为圣经说 就是偷取神的粮 所以这些 我只是讲一些例子 不是全部的罪 好了 第三点 当然 体贴人的时候 魔鬼都可以有侵慕 马太十六章二十三 一起读 耶稣转过来 对比得说 撒但 去我后边去吧 你是叛我觉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他就是用人的方法 体贴耶稣 体贴他自己的心 他就是体贴耶稣 用肉体的方式 就是体贴耶稣的肉身 就不是体贴神的心意 或者体贴他本人的心意 这样的时候 这个也是可以被魔鬼留地步的 就是撒但就使用他 比如有时候 我们会对于神的事 没有关心 对人容易抗拒 对人生怒 有负面的思想 就是体贴我们个人的意思 都是被魔鬼留地步的 我想说 我们体贴耶稣他是神 我们体贴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体贴他 因为他是人 他钉十字架不行 他没有明白 耶稣说了 他说我要去钉十字架 他没有明白这件事的时候 他就用人的方法 体贴耶稣作为一个人的需要 第四就是 情欲可以被魔鬼留地步 有其他经文 我现在选择另外一处经文 讲到夫妻关系 《高龙多词书7章5节》 《夫妻不可彼此规复》 《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 《为要专心讨过方可》 《以后仍要同房》 《免得撒但趁着你们》 《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这里讲到很特别 夫妻不要分房 除非两相情愿 暂时分房就要专心讨告 不过有很多夫妻 因为吵架 所以分房不是为了讨告 或者因为排斥拒绝 所以以后都分房 这样的时候 便会被魔鬼留地步 原来人的情愿 情愿可以是性愿 有些人喜欢买东西 喜欢享受、看电视 这些情愿 都是被魔鬼留地步 他说 《免得撒但趁着你们》 《情不自禁引诱你》 你忍不住的时候就引诱你了 而魔鬼就是偷窃、杀害、毁坏的 《药汉福》10章10节 《导刷内》 《无非是偷撒、杀害、毁坏的》 《导刷内》 当然可以说到 人都可以摇取 人都会破坏人的 不过最后最有能力的破坏者 就是魔鬼 一切破坏都是魔鬼而来的 他来到 就会偷了你的生命内很多好东西 很多人不会想到 魔鬼是偷了的 比如人際的关系不好 情绪不好 又被邪人搅拯 又不开心 人生没有目的 什么事都失败 没有朋友 他觉得这些 做人是这么惨的 他没有想到这些 其实因为我们的罪 我们的软弱 以至被魔鬼留地步 他就偷窃 因为当时有问题 就会将他的生命破坏 他就将他原有的偷了 将他杀死 毁坏他所做的事 一切他做的 为神而做的 都破坏 以至他不愿意为神而做 所以魔鬼就是偷窃 偷窃我们的东西 由魔鬼用不同方式来攻击人 以信靠神 可以灭尽魔鬼的火箭 有很多人说到 和魔鬼抵挡 就是父耶稣命 魔鬼走来 是一个方法可以用 不过圣经也有说这些 不过圣经也有说 另一件事 就是和神的关系人 这个经文就这么说了 《简佛所书6章16》 此外又拿着信得 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 其实这个信得就是信心 你可以拿着信心作为藤牌 那信心是什么呢 很多人就想 我信我信就是信心 其实信心 就是信那个值得可信的人 才有意义的 譬如你说 我信 某个人会来帮我 朋友 他有个朋友来的 很多年 我现在经济不灭 他一定帮我 但可能会令你很失望 当你开始就会和他借钱 可能一次祭 两次祭 三次祭 十次开始不祭 到某时候 他真的会说 他一见到你已经掉头走 如果信错对象 是不会得到那种力量的 但我们信神 就是神是不会有恩典为次 爱和能力 所以你发觉 我经常都说 这个发扬神属性 信心的重点是 神是美善 按照他应许做事 就是当我们信靠他 倚靠他 他是会祝福的 这个就是信心 原来对神有信心 就是一个藤牌 可以灭尽了恶者一切的火箭 无论人怎么骂我 人怎么伤害我 人怎么想破坏我的东西 无论有什么困难魔鬼的攻击 人的说话 如何情况困难 什么由我的攻击 我相信神的恩典 就可以抵挡了 所以圣经讲到 敌党魔鬼最重要的 圣经讲到的例子 是除了赶邪灵 就是这样赶的 其他的情况 都是讲到和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 就知道 原来重点要放在神的关系 和神的关系好 和处理生命所有的垃圾 自然魔鬼就没有攻击的地方 我们看回这里的经文 再看一看 就是说 原来魔鬼经常想找地方住 有些人未必有邪灵附体 可能他有时候 他容易骂人 容易怒人 容易烦恼 容易想起不好的人 已经是被魔鬼留地保 那时候 魔鬼就想入侵了 他会入了 好像那个故事 说到他有落堂 主人让他把他的脚放进去 然后把他的腿 然后把他的身 然后把主人踢出去 魔鬼是会一步一步入侵的 所以我们知道 任何地方 他有机会就想入 一定是有神的同在 才能够抵挡他 而犯罪 我们今次特别说到 犯罪是被魔鬼留地保的 他就会令到我们遭遇得更加厉害 而体贴人的意思 体贴人的肉体 都是被魔鬼留地保的 情欲 很多时候人有情欲 因为他的心孤单 而且人是有性欲的 那性欲是 我们未结婚的时候 我们需要亲人神来到 在神的关系得到没足 以至我们能够放下这个性欲 否则在未结婚 或者有些人结婚都一样 我听过有些太太跟我说 我还会常常看色情片 有些人回到教堂 但他卖看色情片 他未有太太 但他和太关系不好 他就只看色情片 即是说 人的情欲都可以被魔鬼留地保 而很多时候 因为他与人的关系不好 而魔鬼尼真是偷窃杀人委坏 有信心相信神 这要说到罪 我们今次说到罪 好 堵住过口 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第一就是 建立和神亲爱的关系 事事亲近信服神 神掌管了 什么都掌管了 好似这些姐妹分享 他就说 我百分之百给神华事 他就真的 整天播圣经 整天播诗歌 整天都是讨告 五月神 让神出去 这个是 其实我见过很多人 情绪英文 我都很少见到好像他 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他肯被神做主 那神就作王 所以第一最重要 就是一定是跟神的关系 而圣经说真的 都是说到跟神的关系 其实你留意 你发觉 全本圣经都说到 德力 恩典 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 好了 接着就是处理罪 这个过程 在第二点 是最重要的 就是悔怪 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罪 我们懊悔 憎恨我们的罪 求主赦免 深信罪一定有破坏性 譬如怒人 也会破坏我们的同神关系 也会破坏同一个人的关系 也会破坏我们的良心 心里没有平安 任何一个罪 譬如淫恋 会破坏我们的同神关系 跟人的关系 会见到女性 和异性 就会想性的东西 还有人又污蔑 就是任何的罪 都有破坏性 也有些人就是因为 情欲 贪钱 各样的问题 人制问题 就失去了侍奉 我自己也知道 那些牧师就坐牢 犯了法 被教会处理 都是很可惜的事 好了 当发现有心有罪的意念 这是神给我的简单的方法 就是立即处理和离开罪 例如说 大家看看 我心里发现我生气 我怎么留意自己生气 常常在亲近神 常常被神的意念 和神关系一定不只是 我知道神 或者我知道神经有多少 是一定长期的关系 神一同在便会做功 便会感动我们 因为你现在生气 你现在有些不好的意念 当我们有这个意念 有意识的时候 我们立即争吓这个罪 这个罪是很严重的 我们曾经说的 德性五步曲 记不记得 留意 德性五步曲 可以处理罪 可以处理负面思想情绪 或者被人影响 很多方面 留意到这个罪的问题 然后破坏性 一起说 第一 留意 第二 破坏性 他一定会破坏的 第三 圣经怎么说 一起说 圣经怎么说 圣经叫我怎么做 第四 祈祷求主赦免和得力 一起说 祈祷求主赦免和得力 第二 我选择信服 这个就是神给我一个简单的 德性五步曲 其实是神用的方法 例如说 当人犯罪 神会做什么 让祂知道他犯了罪 让祂知道这个罪是有破坏的 然后提升圣经教你怎么做 然后感动祂祈祷 然后最后他愿意听话 我希望大家记得 这个德性五步曲 可否记住 第三 圣经 即是圣经的观念 应用圣经观念 我用简单方法 看看圣经怎么说 正式用文字说 就是用圣经的观念来处理 比如说你生人 圣经说了你生人 就难免地狱的火 现在圣经说了 善待人 以善性恶 我就用圣经的做法 来取代我的做法 圣经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但我们做不到 所以第四点 就是祈祷求主赦免和得力 第五 我选择 我明明在生气 我选择 我放下我为祈祷 还有想想 有些人伤害我们 他也有对我们好的 尤其是家人 他也有好的地方 我就想想他好的地方 我就祝福他 我就多谢主 你把这个人赐给我 虽然他又不好 又有罪 我都要祝福他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神给我这个处理罪的方法 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为什么呢 我说的例子 就是我自己说的 以前是什么 有时想一些不好的东西 生气人 或者一些不好的意念 在心中想的时候 就会由得自己想下去 我想问大家 有没有什么发生的事情 你有没有生气的人 他真的太坏了 睡觉又想他太坏了 明天又想他太坏了 心中持续 这个就是个问题 有很多人他持续是这样的 好了 我现在就知道 我一有罪 我知道这个有破坏性 因为自从我经历 圣灵和神关系那么好 又从神得力 我又发觉帮人很快 又不够整个生命提升 我就很感激神 我感激神的时候 我就说 我知道犯罪一定会破坏 所以我一定要处理罪 所以我一有罪 我才知道有破坏性 我就即时在内心处理 求主给我的力量 接着我就会拒绝这些罪的意念 如果有个人不好 有时有些人 我们看到他 看到他已经有种厌烦的感觉 我也有 人也有 但我立刻说 为什么我会厌烦他呢 因为他的行为 你看到他 觉得他很不顺眼的 但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好的 对的 圣经说到以善性恶 所以我就叫自己 圣经说以善性恶 一样善待他 因为善待他 就是基督的代表 将基督的爱带给他 他就看到 基督徒对我这么好 他就会改变了 就像这位姐妹分享 他的家人 本来对他有这么多伤害 但后来他会 两个家庭都和好了 这个就是很特别的 美好见证 这个就是神想我们做的 就是一定是处理这些问题 总之任何有心中的 不好的意愿 立刻处理 就是憎恶那种罪 求主卸灭 求主给力量 然后跟着我选择 那你还没做到 都开始做 我遥夕他 我祝福他 一天做一做一做 我放下这些 不要紧 我数一下 我自己都得罪人很多次 我都 神都卸灭我 我 其实人得罪我们 一定不及我得罪神 那么多次数 为什么呢 人每天都得罪你 这个次数 一定不及于我们 每天犯罪得罪神 那么多次数 但神都卸灭我们 那么多次数 神每个人都抗拒他 很多次 很多次不听话 但神依然卸灭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我就学你 你赦免我 我都遥说其他人 好了 还有其他人都要处理 这些我们会下一堂讲的 不过这里讲出四点 如何做法 处理负面思想和情绪 处理被人影响 处理负面的价值观 处理自卑感 有些人说 我是这么没用 我当然是自卑 那自卑怎么又是罪呢 因为我们是尊贵身份 我们当自己是垃圾 这个就是自卑 自卑就是 踩下神在我生命的计划 我深信我的生命是宝贵的 我就处理这些自卑感 我深信神爱 我的生命是宝贵的 处理和深信神的大爱和大能 由最后赶邪灵的时候 是做什么呢 我们讲到医治释放 我们最后都会讲到这些 就是讲到亲近神 时时停留在神强烈的同作 神的同作是有程度的 是可以加深的 更加投入更加放 我们这几次都有些人 祈祷有经历喜乐 大家都见过 有些人有些没有 他真的不够放 不够投入 或者心里面有一些阻滞 或者心里面有一些罪 我们就求主帮我们 放下这些所有不好的东西 我们就会一步步 可以进入神强烈的同作 但也很重要 一方面是亲近神 另一方面是处理罪 而且很重要 神是最好的国 我经常都是这样 我经常都是这样的 神真的好了 真的好到不得了 我经常都称赞我太太 我经常说你真的好了 我很开心有利 我经常都说这些话 但我也同时经常说 神你真的好 因为我真的觉得神是好到不得了 祂是充满一切的美善 所有的好东西 我们多不好 祂都对我们好 祂都射念我们 救我们 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给我们机会 是无限量的好 你吃东西 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感谢神有无限量的好 当大家有这种心意 你就会喜欢神 这个就是神会看人 是怎样 看你整体和神关系 有些人是这样的 敬拜的好头 很开心 赞你神的时候 很开心 回到你家 又在埋怨 又不开心 为什么呢 他的心里总是觉得很苦 总是不觉得神那么好 所以他们的生命 仍然有很多苦毒 但是我们时时数损神的 心里总是说 我听了你说 我愿意把生命给你 我的生命是你的 我可以大大发挥 因为神一定计划 每个都这么好的 我整个生命给神 你一定提升的 我感谢神 神都是为我开路的 不断开路的 是神 你都可以的 神会开路 让你能够祝福这么多人 如果真的有邪灵 就需要赶路 不过如果一个人 每天都在亲近神 很强烈的亲近神 那些鬼的邪灵 都迟早走了 不过如果真的 明显有邪灵的时候 是应该马上赶路 即是有这个步骤 不过我的问题 我主要说 就是不要只赶邪灵 一定包括和神关系 和处理生命 然后亲近神 然后才赶邪灵 即是一定包括这个部分 你稍后再问 稍后再问 好了 就是处理所有的垃圾 负面思想 被人影响 价值观 自卑感 深信神的大能力 然后就亲近神 停留在神的强力同在 处理生命之后 就奉耶稣命去赶邪灵 可以在罪会赶 亦都可以自己赶 神是会一定听的 我们今次说到处理罪 就是处理罪的动力 从哪里来呢 就是神的爱很宝贵 第一就是神很宝贵 神的爱很宝贵 第二就是我的生命很宝贵 我们的生命是唯一 我们带着一起去永生的 我们的钱 我们的屋 我们的所有一切财贵 这些都不会带到天堂 但是我们的生命 是会带着去的 我们有的 我们应该珍惜 因为我们不珍惜 我们的命 是没有人能够做在你身上的 没有人能够做在你身上 是否有我们自己珍惜 然后知道犯罪一定破维成 所以我遵从神 就是一定蒙福 和神一定提升生命 这四点就是 很简单 神给我的动力 就是 神这么好 我要珍惜祂 我也这么宝贵 我要珍惜我自己 犯罪一定破坏 而我听神说 一定是蒙福的 这就是动力 我们处理任何的罪 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 就讨论到 在生命中这些罪 对我们的影响力 为什么会影响呢 怎么处理呢 难处理呢 在生命里面觉得 难处理是哪方面 然后怎么处理呢 我也传给祖长 可以带大家去讨论 我们一起祈祷 求知帮我们 有这个心 我们生命中 任何的罪 都是有破坏性的 一定是 我们需要处理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罪美事 你是没有罪 你是圣结的 完全圣结 慈爱公义的神 是没有美事的 而我们人一定有罪 罪就被魔鬼留地步 罪就破坏我们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以事释放 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需要悔改 憎恨罪 离开罪 和深信耶稣一定 赦念我们的罪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信靠耶稣 耶稣一定赦念我们的罪 求主赐给我们的动力 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不要留下一些罪 在我们生命之中 主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平安兴散 让我们领量 让我们从神而来的领量 和今生改变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